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应该离开耶路撒冷 应该离开耶路撒冷 我们现在就往下看 你会发现保罗的自己行间有这个意思 而且再加上前后文一些东西 你会发现原来保罗在这个时候 我猜大概是在这个时间 就是他被拖出来人家要杀他的这个时候 他心里想 哦主啊我承认 我错了 对不起我不应该来耶路撒冷 我认罪悔改 我Metanoia 我觉得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不会犯错 我们需要去学习一个东西 一个合成心意人不是不会犯错 而是悔改的快 不是改 Metanoia的快 懊悔的快 连保罗都会犯错 你犯错了什么关系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面子问题 问题是你在那个当下 你不承认你错 这才是问题 如果你不承认你错 就没有Metanoia 你没有Metanoia 神怎么介入改变 因为神不控制人的自由意志 唯一能够拦阻神在你生命中的人 是你自己 比如说好了 你正在做一个非常不对 你开了一家店 你说我只要撑下去 神一定会帮助你 一定会帮助我的 没有神要帮助你 就是请你把这个店收起来 我们去别个地方再做下一个 懂吗 真的啊 很多时候承认错误是需要勇气的 主就跟小明说 你怎样在左脚断掉 为我做见证 也怎样在右脚断掉 为我做见证 所以代表其实神的心意 是希望他左脚断掉 右脚断掉吗 没有 神的心意只是 就算发生了那么糟的事 你仍旧可以为我做见证 懂意思吗 所以你不能够用这句话说 耶路撒冷是神要他去的 只是都已经发生这件事了 你小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不好的事 那件事不是神要发生在你生命当初 可是既然发生神可以把他拿来成为祝福 就很像你的小孩因为感冒了 所以你就要教他以后要多喝水 要吃青菜要早睡早起 那你是故意让他感冒的吗 不是吧 如果有邻居做这种事 请马上打113跟110报警 拯救这可怜的孩子 可是我们却以为那些不好的事 神加给我们为了让我谦卑 不是 那些是一个悲剧 可是神可以使用悲剧来祝福你 可是神不是悲剧的噪音者 神也是创造时间的主 所以跟你讲时间不是你的敌人 弟兄姐妹你照着镜子的时候 特别要告诉自己 时间不是你的敌人 岁月不是你的敌人 因为它是我神的受造物 是被我的神所使用的 所以你要对你脸上的任何 你觉得有时间痕迹对他说 奉一须祝福你 我赎回时间我健康我强壮 因为耶稣现在在天上如何 我在地上也如何 谁说基督主不能告人的 保罗现在就要去跟凯撒最大的告他们 有没有 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 凯撒的堂前在哪里 在罗马 不用怕真的 真的在罗马 首都在罗马 因为他们叫做罗马帝国 所以首都真的在罗马 所以保罗就说好我现在懂 我不随便去耶稣撒冷 上次差点死掉 我再也不要说我要去耶稣撒冷训道 好我现在要顺服神 我要去罗马 我要上告凯撒 了解吗 所以他就去告人 他跑去凯撒那里告这些人 大家感谢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